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師父慈悲 各位諸上善人慈悲 學人今天和大家燒假 上星期出差兼旅遊 放假十天 多天在這裡和大家請個慶祝 真是想不到高家一次沒有了半人 真的很慚愧 我以為這個方法不錯 下次再放下 在這裡 我還未說我這個 上次為設施和大家說話 會把見聞和大家說一下 但也不可以只說見聞 回歸上來 今次的出門 我對眾生的願力 那個感覺是更加深厚 在這裡看回 原來真是發芥一切的蒼生 這個願力是無有高下的 特別在普遍行願品裡 講到這個普遍迴向 是作為在十大願行當中 上來的十個願裡面 每一個願 普遍菩薩都會拉住 所謂盡法界虛空界 所謂盡法界虛空界 下下就用這個法界虛空界 他認為法界虛空界都無有窮盡 於是他的普遍 於是他的普遍行願 亦無有窮盡 事故在這裡可以看到 當普遍菩薩 作出迴向的時候 他與虛空是同體 在這裡我們的感覺很大 虛空是一個如此偉大 虛空是本來無一物 虛空又無有邊際 但是每當迴向 又以虛空而為相應 在這裡可以說到 虛空實在是很偉大 虛空既然無一物 有什麼偉大呢? 虛空就是無一物 但是不妨礙萬物而重生 一切的萬物在這個虛空出現 虛空也是會接受他們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德行 每一個行為 如果都能夠迴向於虛空 那麼我們與法界同體 又如何是有漏呢? 如果做一一功德 都以一個無執著的心 迴向於虛空迴向於虛空法界 普言菩薩 他就用一個根本的迴向 去帶領我們 講出這個願的重要 在我們講出這個願 我們會講一下 意欲和願望 是否同體呢? 還是不同呢? 譬如我的意欲 是要去貪婪的 以及我的願力 是要去創造的 那這個本來 本來都是從心意裏面移出 於是身口意 都無有皮厭 最妙的就是妙在什麼呢? 妙就是妙在 願與欲 可以說得是同體 但是作用就不同了 如果我們 是用我們的意欲 是用我們的我執心 是有我的心 一個不清淨的心 來起種種的功德 這個就是意欲 就是令我們驕傲 令我們貪婪 令我們會起不平等 會有憎恨 但是如果我們要用的願力 這個願力 是願與眾生 這個願力就是菩薩 但是 他在這個種種的行願當中 他發的願 就是說我所有的行詞 在虛空界盡 眾生界盡 眾生孽盡 眾生孽盡 眾生煩惱盡 而我這個願才窮盡 但是虛空界沒有盡 眾生的煩惱也沒有盡 所以我發的願 都無有窮盡 而這個願無有窮盡 你就不妨可以做 種種利生的事業 但是當你起心動念 要去發這個願的時候 靈炎經說 以不生不滅 而為本修恩 就是這個虛空無生無滅 能夠灌住這個虛空 它既能藏萬物 但是本性又無生無滅 所以靈炎經裡面就是說 如果你不能夠誤到 這個不生不滅 這個清淨的本體來修行 凡所有修 就由魚用沙來煮飯 就算經過一塵劫 也無法之熟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誤明了 這個理來修 我們先正為之叫做正修 使用這個意願 這個欲念 和我們的願力 是兩個一體 而兩種作用是不同的 所以當我們 經常去反心自照的時候 普賢菩薩教我們 在這個十大願裡面 計測我們每一個深色的行為 如果不能夠配合這個願力的話 我們可能做的功德 是屬於一種的欲念 也不一定的 所以這個出發點 如果不能夠把握得清楚 你將一個欲念當作為願力 就是這個深愛而取法 就叫做著上 就是叫做斜法 在這個願裡面 在這裏面 我們 為何會把這個願 和戒而為同體呢 因為這個發願的時候 就是我們學普賢菩薩當發這個願的時候 我們發願就是發這個菩提心 發這個菩提願 我們要與眾生而同體 平等 眾生的煩惱就是我的煩惱 在這個境界裡面所發的願 所以我們叫做三昧耶 在打水錄的時候 在外面的山門裡面 掛一個大的三昧耶 三個字 這個三昧耶就是呼喚著 法界的願力 這種力量 它是能夠攝持 十方法界一切 十法界六道眾生的願力 法界的願力 所有法界打這個功德的願力 而這個願力是永不退轉的 是從本心而發的 是不會有悔的 所以變成這個願 就是這個誓願 這個誓願 我們要把它成為一種界 我們不能反覆我們的願 不反覆這個願的時候 就是要種這個抱然行願 是將它作為自己界的根 界的脂量 是用來做界 手界的時候 它滋潤的一個肥料來的 菩薩在這個恩地行刺的時候 它就是發這個願 用這個願來去守持這個界 用這個界來去執行 它自己修行的心 所以我們發覺 願 原來又是我們心裏面的 道我們心裏面的一個老師 它是指導著我們的心理活動 所以當你去到 為什麼別人去 會很快 我去一個地方 我要停留很久 慢慢要去觀賞 要去看 還有我的願力 我拍了很多錄影帶回來 不知道拍得好不好 不過是很盡力 但是每當我去觀賞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個願 很多老人家 他沒有機會看到這些 這麼漂亮的景 有時候來也不是這麼容易 我希望拍到多少 可以讓大家來觀賞 這個雖然是很少的願 但是沒有一個願 你不會拿一部機 很辛苦地拍幾個小時 不用吃飯 又不用喝水 又不用去廁所 為什麼這麼有趣 平時有頭暈 又會心跳 又要去廁所 但是當你有一個願 去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你很多事情都會忘記 所以當我們 讚佛是有這樣的願 我們這些小小的願 小小的境界 原來都可以別於常情 所以為什麼有些大修行人 他的願力這麼大的時候 他做種種的行為 都不是我們能夠想像到的 所以 在這個懺悔文裡面 我們說 為願 佛不為本世 遲剛涉照 放正光明 照足我身 諸惡消滅三丈捐取 復本心願 究竟清靜 更加深切看到這個願文裡面 原來 我們最後每一次 在刑請十方諸佛的時候 最後都會唸這句 為願佛 不要違背你的本源 誓願 用你的持剛涉照 放你的剛 令到我們的業障得到消除 我們深信 我們深信 一個母親 她那種 她希望她的兒子長大的時候 她那種無有 我執的 廢寢忘餐的 她那種願力 就是和佛陀 她這個大願的力 都是同體的 只不過是一個大一個小 所以下下 我們稱這個佛 由於好像我們的母親一樣 就是她那種慈悲 就是靠那個願力 事故十大願行 每一處 她都會回歸在這個願 而這個願 她都會和虛空法界而同體的願 事故如果我們做種種行詞的時候 都能夠回向 學普賢菩薩這個回向的話 久而久之 我們的煩惱就會靜盡 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東方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人類確實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 一個境界 人和佛 人和神 有時候 就是一線之差 人與人之間 有時候就是一念 所謂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我們如果能夠照顧著我們一念的時候 確實就是要有很多道理來支持我們 雖然知道 整個法界裏面 萬事萬物 它又有一種 互相牽引的願力 這種願力的力量 是真的不可思議的 這次我去看見幾個地方 由羅馬 法國 意大利 和法國 主要是這兩個地方 但是在這兩個地方裡 我是感覺到 佛陀所說 每當我們 作出供養佛陀的時候 我們都會中這四句計 就是說 以我功德力 如來加持力 及以法界力 普共養而住 這幾句說話的結構 可以令到我們 是會有一個 很潛藏的力量 就是說 以我功德力 就是用我的智慧 用我的福德 用我的資良的力量 無論多或少 我的智慧無論多或少 我的福德無論多或少 我的資良多或少 不要緊 一念也好 就用這種力量 如來的加持力 就是說 佛陀菩薩的加持力 就好像一個 老師 和一個文明 一個文化 它就是指導著我們的行為 所以它就是加持的意思 不是一個很迷信的意思 加持的意思就是 它如何令我們 能夠 增加我們 對那個力的打持 及以法界力 原來法界當中 是有一種自然的力量 這種自然的力量 只要透過 我們個人的智慧福德之良 的願力 如來的加持的力 和法界的力 原來就可以創造 很偉大很偉大的境界 所以我們說 願力是不可思議 普賢行願品 教這個十大願 是為求生西方淨土 一個淨恩 如果能夠消化受用 這十大願的話 它是有一個不可思議的願力 而這個願力 是令我們自然可以得生 這個淨土 我們可以感覺到 原來這個精神的力量 是可以變化為物質 如果我們認為淨土世界 這個報生的境界 是仍然可以受用的話 這個受用土 這個就是精神變為物質 今次去見到歐洲的建築物 他的藝術 他的雕塑 他的畫 他所有的創造 你會令你是一個很大的驚訝 就是 原來一個個人的藝術家 和一個國家 一個上帝的神的力量 而加以法界的力量 是可以創造一些 不是人所能夠想像到 當時一些這麼偉大的作品 有時候 我就會回憶 當日 周恩來總理 接受梁思成先生 去保留這個中國古建築的時候 我心裡一直都想著 為什麼周恩來總理 他這麼有見地呢 為什麼他可以接受這麼多的文物 而用玉林軍來保護呢 難道梁思成真的有這麼大的力量 可以感動到他的老人家 在這麼多的領導人當中 是唯一他支持著這個保護文物的境界 後來我知道原來周恩來在法國流過河 他是浸淫過西方熱愛這個藝術 和保護文物 為世界文明人類智慧的創造 保留一個歷史的見證 是作出一個很大的回應 想不到在這個西方的文化裏面 而令到我們東方在當代裏面 當日如果不是法國的這麼多場的革命 而這麼多的偉人的出現 這個羅馬這個古文化 是這麼多的保留 我們根本是無法只可以感覺到 如果不是親眼見你無法可以感覺到 這個偉大的創造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願力的成因 才可以做得到 而因為這個文化的教育 令到我們中國能夠在 你看到這次阿富汗 你看到這次阿富汗 全部所有文物 連那些愚蠶都炸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 人類那個自相殘殺 是多麼殘酷 但是如果有人發一個願 是要保護這件事的時候 而這個願呢 是能夠引致到 其他的國家都會受用他這種願力 我們在羅浮宮裏面 可以看到 原來 他幾乎是整個歐洲所流落的文物 一個最豐富的地方 在這裡也可以看到 人和神 因為神 上帝對整個歐洲文化的重要性 而他們對神那種的恭敬 讚嘆歌頌 他們對自己的 懺悔的堂 所以他們的教堂 是屬於他們用來懺悔 扮告解的地方 竟然 他是作出一個無私的奉獻 完全是由信徒的奉獻 而他們的偉大 比起我們 根本是很微小 還有他們的文化最大的不同 就是每一次無數的戰爭 無數的滄桑 但是每一次的戰爭所得回來的 就是成為他們的資產 而受保護 但是中國人 是喜歡將 每一次打完仗 戰勝物拿回來 是將它燒掉 而重新再造 所以歷朝裡面 我們大部分的東西 除了天然的災難之外 是完全是用人為的 秦始皇當日 他的柯逢宮 是用了三個月時間燒的 你想想三個月的時間 去燒這麼大量的文物文化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殘酷的破壞 但是看到歐洲裡面 他們其實就是由一小脫人的願力 竟然能夠保護下來 而令到千萬世的人 能夠看到這麼偉大的創作 其實羅浮宮當日 在1792年的時候 是在法蘭西共和國元年 而當時就是這個國民政府 有一個內政部長 叫做羅蘭先生 是因為他在1793年裡面 成立一個中央藝術館 當時他就是要將 皇室裡面 一個非常莊嚴的羅浮宮 是將它建設成為一個博物館 而將所有當時的收藏物品 是放在一個宮殿裡面 來向世人展示 而將這個宮殿開放了 令這個所有的文物 能夠有機會給其他人 是可以欣賞到 而他的願力是什麼呢 他是希望這些這麼偉大的作品 能夠滋養全世界的人 包括他自己的國民 能夠幫助他們 透過這個創作的感覺 而成就他成為一個藝術家 那你會問 藝術和我們佛教修行有什麼關係呢 在歐洲人來說 他將這個真善美 是作為一個人 完美的人的一個標準的指揮 就好像我們佛教的五界 儒家的五常一樣 怎麼能夠收到這個真善美呢 真就是對科學的理解 對這個宇宙原始的運作裡面的真體 比如對這個太陽系 對這個宇宙的境界 對這個微生物 對種種的科學的理解 人類存在這個世界裡面 那個真實的境界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真 善 就是說 他們對道德的 對這個 人的心理上的道德的要求 他們很高 自由和平 對公義 特別是對正義公義 公平公正 他們是很熱愛和追求 有這個公正正義 就是已經帶領著人的道德的境界 是能夠提高我們人的道德心 第三就是美 這個真和善 如果不能夠從美學來表現出來 它是不能立體化的 譬如我說這尊佛像莊嚴 我用語言告訴你 如何莊嚴化 就是不像你用肉眼一望 你說這個建築物是多麼偉大 我怎樣用千言萬語都無法告訴你 你用的耳朵是聽不完那種境界 但是當你置身在一個很莊嚴的境界 很偉大很莊嚴的境界的時候 譬如我們去到海邊裡面 看到一個無盡的海 看到一個虛空一個無盡的虛空 這個我們是很難用語言說的 只能夠人置身在那裡 對一些偉大的建築物和作品和雕塑 西方人將這個建築和雕塑 是擺在人當他一個最完美的人 他能夠對這個美的世界的感覺 而能夠將他內心世界所感到的東西 去創造出來是一個最偉大的原因 所以我們看回現代的建築師 和結構工程師 經常吵架 那個建築師 他有時候畫的東西 是無法建造的 結構是不能夠成就的 結構工程師 一邊想到結構 他根本不理會美感 所以有真就沒有善 有善就沒有真 當那個使用的時候 他又不知道那個空間 怎樣能夠 譬如我們做一間安老院也好 我們做一間醫院也好 做一間學校 你是有一個得性的感覺到 使用者 當你設計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一個道德心 你根本理解不到那個住在裡面的人 或者是在裡面工作的人 他的需要 所以你在創造的時候 你根本是顧著三尺多少錢 多少的使用面積才對 所以那些樓宇越來越做到 不管東南西北 不管大小 不管對不對 隨便以賣得為主 所以那個 人家覺得那些建築師 承建商 不覺得他有什麼這麼偉大 但事實上 一個真正的 所以我們叫鄧小平總體設計師 一個真正的總體設計師 他是非常立體 能夠照顧到真善美 唯有在一個藝術家 一個雕塑家 在創造的成果裡面 能夠感覺到一個完美人 他要去創造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他能夠捕捉這個真善美的道德心 在創造的過程裡面 在這個創造的物件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創造者的偉大 他們有時期對一些石的創造 因為石是一個減的藝術 當你拿個鎚 拿個鎚 拿個鎚 一鎚 輕輕歪一點點 全部整個石就沒有用了 所以這一刻是跟我們修行人 好像一個禪景一樣 你對你的手 你的眼睛 你的心 你的意念 你的身口意 當你要去 好像我們煮菜一樣 如果你們不覺得煮菜 你覺得好像很普通 其實現在在世界上裡面 最厲害的煮菜 是一個大廚師 無論你一個大的 什麼宴會都好 這個大的廚師 最後你都要請他出來 去多謝他 我教你煮一碟菜的時候 你放多少鹽 多少糖 炒多久 那個感覺是非常靠你的心口意 如果你的心是有心機的 是投入的 你煮的東西一定好吃 他跟一個藝術家 要是他畫這幅畫 一筆畫下去的時候 他是完全把自己的心裡的線條畫出來 這個是無國籍 無國界 他是沒有任何的分別 無論你是哪一個人去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他在這幅畫裡 他在表達什麼 你有千年的萬語 能夠表達出來 但是要發起這個原動力 要令到這個藝術家 他有這樣的原創力 去動手要做的時候 這一刻 如果是沒有如來的加持力 就是沒有他們的上帝的力 沒有他們的英雄的戰鬥力 他們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所謂 你看到他們有很多叫海船門 整個歐洲不斷地戰爭 戰者為王 敗者為寇 一個打敗仗的人 就成為奴隸 是戰勝物 而一個打贏了的 他就能夠可以帶領著他的民旨民族 可以脫離這個苦難 所以我們不是看一個英雄的殘忍 我們是看到人類在鬥爭的時候 一個大將軍 一個大的成就的英雄 他要戰勝這場仗 是令到他的民旨民宣 能夠得以超聲 而免於滅這個奴隸之苦 那雖然呢 他是一個人世間的境界裡面 但是人 根本不可以沒有軍隊 因為沒有軍隊的話 我們根本就是 對這個鬥爭的魔 是沒有東西可以降伏到他 所以為何佛子的門口 都要擺一個四大天王 如果我們的煩惱魔 不當他剷除 我們根本無法學佛